海岸边一大片油污 船只近日因不明原因反复 在加勒比海的岛国千里达籍托巴戈 造成严重生态危机 总理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并对整起案件展开调查 我们不能够不断做的事 我们不能够估计船来不来 我们不能够估计我们没有 几公里的海岸 我们现在要做的事 就是做的事 这艘名为湾流号的神秘船只 7号在托巴戈岛南部的 海湾生态工业园区附近翻覆 悬挂不知名旗帜航行 事故前也未发出紧急呼救 船身被洋流一路拖向岸边 当地紧急事务管理局初步认定 船上装载的货物包括沙子和木材 至于船员是否自行脱困 仍在调查中 政府急难应变人员及1000多名志工 正在加速清理漏油现场 并防止油污持续扩散 当局表示残骸周围 有12公尺的围油栏支撑 但燃油仍持续从沉船中泄漏 目前尚未厘清究竟有多少石油外泄 以及该艘船只上还有多少石油残留 曾经风景如画的多巴戈海岸线 现在变成了一片漆黑的海滩 野生动物身上也沾满石油 对岛上150万居民 海洋生物和脆弱的生态系 造成严重破坏 大海新闻 吴贵真编译 接下来关系